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早忙到晚 从白忙到黑 哎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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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坑里是啥 哎呀 我去 这坑里咱有这么多动物呀 这是天然的动物园吗 鸡 牛 猪 狼 哎 咱没有羊呢 羊都让我吃了呀 哎呀 太残忍了 太残忍了 没办法 这都是为了生活呀 哎呀 同病相怜的 我也是为了生活 为了盖我的大房地 哎呀 我真的是 坚功尽瘁 兢兢业业 死而后已 方与他母祖啊 哎呀 行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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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回你这成语不知道咋显背了 显背的话可真可怕 行了 我可要回去继续铺地板了 再见了 小豆们 地板终于铺好了 接下来就是做楼梯了 要不然上楼下楼多费劲呢 宇斗姐姐在这里选择了松木的楼梯 然后用桃花木放在旁边做装饰 嘿嘿 嗯 做好了 让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样 对 好像不是很好看啊 呃 怎么办呢 呃 对了对了 我可以先去弄一些桃花树叶 把桃花树叶放到桃花木上 这样就好看了嘛 宇斗姐姐可真的是太聪明了 最后弄一些竹尾栏装饰一下周围 这样我的房子就竞工了 哇 好开心啊 快从远处看一下 啊 这也太美了 太好看了吧 我看这围还谁说我的房子破 哼 一想到以后我就要住在一个这么美的房子里 我突然觉得我自己好像就是上仙呢 小仙女急事干有没有啊嘿嘿 好了 小伙伴们 你们觉得鱼多姐姐的房子 还需要做哪些装饰会修改吗 可以下方给鱼多姐姐一些建议呀 让我们一起期待下一期 迷你世界鱼多团圆转每日更新呢 喜欢的小伙伴们记得点赞关注 爱你萌萌的